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 人口负增长是否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 这个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哪些影响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邀请到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进行解读分析 欢迎杜鹏教授 你好 人口负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会不会就此正式进入长期人口负增长的周期呢 其实人口负增长它还是指总人口的数量开始减少 这样一个标志性的这样一个转变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其实这个负增长它是源于我们生育率的下降 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初 我们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2.1 2.1呢也被称作叫更替水平 低于更替水平就相当于已经踩下了一个人口增长的刹车 或早或迟就会出现今天的这样一个人口负增长 那换句话来说呢 就是主导我们这个人口负增长的重要的因素 已经持续了30年 只是呢 这个到去年 我们的数据呢 才显示出来真正进入到了一个人口负增长的阶段 第二个来说呢 这个人口负增长呢 它还伴随着一个我们出生人数呢 首次少于1000万人 1963年接近3000万人 那么在10年前 我们的出生人数都还在1500万人以上 那这次不但是负增长 而且呢 它的人数降低到了956万 未来的几十年 恐怕都要处于这样一个 这个人口负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 只是呢 速度的快慢的问题 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 在人口结构上曾获得哪些好处 这项人口红利是不是真的在削减呢 我们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 因为人口红利呢 它还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 它不但取决于我们的人口的结构 更关键的是说 我们能不能充分地利用人口机会窗口 在改革开放之前 其实中国的劳动力就非常的丰富 但是它并不是我们后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是改革开放 释放了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的优势 才创造了这样一个人口红利 为什么说我们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呢 就是基于三个方面 一个我们的劳动力数量仍然非常庞大 16到59岁的人口到去年 我们仍然有8.76亿 第二个呢 我们在从人力资源的这样一个大国 转向了一个人力资本的大国 我们这8亿多的劳动力里面 受过良好教育的这样的人 占了绝大多数 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的年数呢 已经增长到了接近11年 去年的大学的毕业生人数 一共是1076万人 那我们一年的就业人口呢 是1300万人左右 新增就业 如果说实现充分的就业啊 绝大多数的新增的就业人口里面 它都是一个高教育素质的这样一个人口 现在劳动力数量 有可能在未来这些年 它处于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 但这中间呢 它的素质在提高 那么这也给我们充分的去利用 这样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 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呢 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新发展阶段 这样的体制机制的进一步的完善 特别是呢 在这个不断的促进劳动力的供给和就业的需求 更好的匹配 不断的在促进我们的城镇化的过程中 使一些农业的剩余的劳动力 进一步的转移到城镇 实现更加有效的配置 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说 我们依然有庞大的劳动力的队伍 有着更好的一个劳动力的素质结构 我们现在新发展阶段的这样一个体制机制的进一步的完善 那么使得呢 庞大的这样一个人口的高素质的这个劳动力队伍呢 能更好的和我们的发展紧密的结合 所以这个人口红利呢 依然存在 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曾刊文谈到低生育率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 这里的风险主要包括哪些 人口进入负增长以后呢 一方面人口总量特别是劳动力数量的下降 第二个呢就是人口老龄化 特别是在未来的十年还处于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中 那少子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动因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还是要去考虑未来的几十年 我们的生育率能否得到有效的提升 不是说再恢复到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状态 首先能不能使他呢 不再进一步的下降 同时呢使人们有生育意愿的能够充分的呢释放出来 满足他们的这样一个生育的这样的愿望 我们现在的出生人数的减少 它背后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尽快的解决的话 可能这个人口的负增长呢 它会进入到一个加速的过程 而从长期来说呢 虽然人口的增长总会进入到一个负增长的阶段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力争呢使生育率不出现急剧的下降 不出现呢人口出生人数呢长期的低迷 这样呢才有利于我们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们也知道近年来啊 中国不断调整优化生育政策 释放生育潜力 在这些政策放开以后 出生人口为何不生反降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一个就是我们社会保障制度 它的这个普及之后 养老不再去依靠子女 所以人们的生育观念呢 也会随之呢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医疗卫生水平的 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寿命不断的提高 东部地区的这些城市和省份已经超过80岁 这些呢也对生育水平产生影响 因为人口结构变化以后 年轻的这个育龄的人口在减少 所以它同样的生育水平 同样的出生率的情况下 它的每年生育的人数也在减少 第三个就说呢 是我们的男女平等 我们国家呢 在年轻的人口里面 会看到呢 这个女性的就业率还是非常高的 当然要就业 就要去平衡生育和职业生涯发展的这样一个需要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教育水平的提高 过去我们说教育水平越高 导致呢 它生育水平的越趋于下降 其实这个里面呢 有观念的变化 也有 它因为教育时间的延长 出婚出育的年龄就随之推迟了 出生的小孩数呢 也会趋于下降 那么另外呢 它在职场上 生育的付出的这样一个代价成本就更高 那么再加上呢 我们的婚姻 也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呢 应该说离婚率 或者说不婚率 都进一步它再提高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的人可能他也会考虑到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育 这个包括这个 他和他职业生涯的发展 那么这些叠加在一起呢 所以出现了去年这样的一个 生育人数呢 创了这些年的一个新低 当少子老龄化成为常态 人口结构的一减一增之间 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那么您认为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我觉得呢 应该说是在 全面的进行准备 在2006年 党中央国务院就已经提出来 就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2019年 20年 把这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上升为国家战略 二十大的报告里面 把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 都放在这样的一个健康中国的部分 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推进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 就包括不断地在完善生育政策 执行普惠脱幼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促进教育公平 不至于因为人们焦虑 将来的孩子会 还要因为择校 还要因为课外补习班 增加这样的一个 抚育的成本 老年人 他的养老和作用的发挥 和促进生育率的提高 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 就第一个孩子 一般老人都会照顾 你要是第二个孩子也照顾 那可能老人有八到十年的时间 就是在帮着带孙子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会提出一个新的挑战了 等于说老人是不是愿意 帮助子女 承担家庭的抚养的责任 他的社会保障的这些方面 比如说怎么去促进 子女和老人共同居住 怎么使年轻人 在税务上能够有一定的减免优待 怎么实现老年人 他的异地的医保 他这个综合措施 在过去的这十多年里头 一直都在进行不断的完善 这个政策 基本上现在非常清晰了 但是他的落地实施 以及能够真正见到效果 还需要几年时间 联合国一项人口预测 引发了广泛关注 印度的人口数量 将在今年四月超过中国 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 在未来的全球人力资源结构中 中国又该如何找到机遇 这个人口第一 人口数量第一 或者是第二 本身没有优劣 我们更看重的是 在这样的一个第一 或者第二的背后下 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 是不是更加有利 我们的幸福感 获得感 是不是在持续地提高 无论是从健康 从教育 那么再有我们的城镇化 这都是比印度要高得多 当然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 正是因为这个生育率 我们要比印度低 所以我们的人口老龄化 它的速度和程度 要远比印度要高 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保障 特别是多层次 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 去提升这个生育水平 去解决农村的 托育和养老的问题 教育的公平问题 特别是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 地区之间的这种差距 我觉得这是我们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 所以和印度相比 并不必去拘泥于它的数量的第一 而是应该更清晰地看到 我们过去这40年来取得的成就 特别是过去10年来各方面的成就 更好的去利用我们自身的优势 立足中国的国情 去发展好中国的现代化 再次感谢杜鹏教授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教理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